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吴依林 里渭欧运进入倒数100天 在欧运发源地希腊点燃圣火后 开始传递火炬的任务 今年难民成了各国棘手的问题 也备受全球关注 今年奥运圣火传递特别经过希腊雅典难民营 主办单位还安排叙利亚难民 担任火炬手接力任务 鼓励更多难民勇敢向前 里渭欧运进入倒数100天 奥运发源地希腊点燃圣火后 开始火炬传递任务 为了提高各界对难民的关注 今年圣火特别经过希腊雅典的难民营 奥委会也安排叙利亚难民 担任火炬手接力传递 陈世游泳递手的胡赛伊四年前 一位家乡叙利亚内战 一次爆炸中失去他的右腿 之后偷渡到希腊 现在已获得难民资格的 胡赛因表示 他热爱希腊这个地方 希望未来有机会 可以代表希腊参加残奥 专社凤和报导 北塞普勒斯近东大学 有座汽车博物馆 可说是汽车爱好者的 隐藏版朝圣地 这里广搜超过140辆车 从19世纪末期 汽车工业起飞 各家厂牌的原始车款 到近代的经典超跑系列 收藏完整 走进这个汽车的时光隧道 参观民众可以从每个年代的汽车 从里到外的设计 去感受前人的生活形态 和时代氛围 像是19世纪末 汽车进入商业用途 研发充满探索空间 美国厂牌Crestomobile推出的汽车 没有设计方向盘 全靠驾驶座旁的操控杆 来控制前进和方向 考验驾驶的应变能力 同时骑的汽车 有的还只能前进 不能后退 到了1930年代 量产和研发技术 逐渐纯熟 许多老爷车车款已属近代房车的原型 近代则是超跑崛起 经典超跑比外形护旋 也比速度性能 像是《蝙蝠侠》系列电影中 主人翁布鲁斯韦恩的蓝宝坚尼跑车 还有福特2002年推出的概念跑车 原本只为了纪念创长百年 却意外爆红 转而量产 网内都有珍藏 让每一台车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也见证近百年来的汽车发展史 装设综合报道 由西日本铁路公司打造营运的 京都铁道博物馆4月底开幕 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公尺 共展出53节列车 从蒸汽火车到新干线一应俱全 馆内还设有模拟驾驶等体验活动 馆方希望第一年就能吸引到 120到130万名游客 这座号称日本规模最大的铁道博物馆 开幕当天一早就有一两千位民众 在馆外排队等候入场 馆方因此提前了十分钟开馆 方便民眾參觀 透過展示和介紹 民眾可以很容易地了解 早期到現代的鐵路歷史 構造 特色以及車輛的魅力 中央社綜合報導 台灣拼觀光 前進印尼亞交達 觀光協會帶領國內旅遊業者 組團參加旅展 推出優惠行程 結合食宿 交通和購物等好康 希望吸引印尼民眾 遊包島 賞美景 吃美食 為了增加國內在印尼 旅遊市場的知名度 這一次我們組成了45個人 來自24個單位的 龐大代表團到印尼來推廣 台灣館還請來民宿藝人 和摺紙老師表演摺紙燈籠 邀請參觀民眾親子同樂 現場也放送台灣人氣 伴手禮鳳梨酥和手工巧克力 成功招攬人氣 觀光局表示 除了一般旅遊 也看好醫療觀光在印尼的市場 包括了我們的飯店旅館 主題樂園民宿以及農場等等 另外在醫療觀光部分 我們這次也特別請了 同眾和醫院的醫療團隊 來做一個推廣 印尼是全球第一大穆斯林國家 近年經濟起飛 民眾旅遊消費潛力無窮 根據最新全球穆斯林旅遊指數 台灣高居非伊斯蘭組織國家 旅遊目的地第七名比去年前近三個名次 台灣越來越受穆斯林旅客青睞 觀光協會表示 會持續推動簡便簽證 增加清真餐廳 來改善穆斯林友善接待環境 讓穆斯林遊客 報導旅遊更安心 中央視界的周永傑 雅加達報導 中央社擁有陣容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三十個據點分佈五大洲 以台灣觀點掌握全球脈動 新加坡國際食品展日前登場 今年外貿協會 台中 高雄等縣市政府 率領100多家台灣廠商參展 推廣寶島在地優質產品 外貿協會表示 台灣農產品受到各國消費者青睞 尤其茶飲更風靡歐美 亞洲 新加坡是台灣在東南亞最重要的貿易夥伴 為了協助食品業者拓展東協市場 特地召集業者推展 我們希望透過新加坡食品展 來推廣新加坡跟東協 還有鄰近的印度 還有中東的市場 台灣的廠商跟東協關係越來越密切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跳板 也是一個平台 我們希望藉由新加坡食品展來爭取更多的商機 希望在這邊能夠找到一些新的通路商 開拓東南亞其他的市場 台中市政府今年首度參展 市長林嘉隆特地到場參觀 為廠商駐鎮 希望能將台中美食推向國際舞台 中央社記者黃子強 新加坡報導 日本北海道的閉坊景點旭山動物園 舉行夏季開園 除了高人氣的長頸鹿和汽油外 冬天躲在室內避寒的紅毛猩猩和水豚等動物 也紛紛到戶外見客 吸引遊客搶拍 由於正值黃金洲假期 各地觀光客西家帶眷前來 雖然天空飄著雪只有4度低溫 遊客人性質不減 持續近日5月 北海道氣溫依舊冷嗖嗖 黃金洲第一天下期罕見大雪 積雪深度達20到30公分 部分地區甚至發布暴風雪警報 街頭隨處可見民眾忙著殘雪 大雪也打亂空中交通 往走室內的女滿別機場航班大亂 不少預計到北海道賞應的遊客 只能取消行程 旅館業生意大受影響 根據當地氣象單位記錄 這場突如其來的大雪 也寫下北海道三年來的新記錄 中央社綜合報導 但您關心更多國際消息 從土耳其搭船到希臘 是敘利亞難民進入歐洲的主要途徑之一 為了控制非法難民潮 歐盟與土耳其在3月達成難民安置協議 歐盟承諾土耳其遵守協議 將在6月底前提供60億歐元 金援土耳其 並給予旅遊免簽待遇及加入歐盟 不過部分歐盟成員國強烈反對 認為土耳其未達免簽條件的半數 但土耳其也落下狠話 強調歐盟如果沒實現承諾 將不再執行難民遣返協議 更多後續相關消息請持續鎖定全球視野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新聞資訊台和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五一零 我們再會 我們在華視頻中央並 succession 我們在華視頻中央社網站 並且報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